페印珠 今天第一次精选港幅领展8.23 领展8.23 领展为星期三公布全年度的业绩 领袖和商业活动服装 有助领展业务服装加法 而资产减值及基金单位数目增加 可能会抵消伏偿的利好作用 但业绩是属于过去式 只要没有惊吓的情况 出现股价还是看业务前景 而3月份因为公股忧虑所创的低位47.1.5 是首个吸纳位 汇丰环球研究说 领展公股之后资产负债表更为强劲 负债率由2.7降至2.0 央赏轻资产相关新具租将会带动未来的增长 随着领展香港零售组合同收购项目的营运改善 每基金分派将会有高能见度 综合怨商预测 领展静债务自2023财年呈现下降的趋势 而每基金单位分派由望在2024财年 回复增长1.8%至2.82 气候持续增长 华生冠疫情消退了 加上美国加息周期近尾声 领展财务状况明显改善 股价进行估值收服只是时间问题 不妨等待领展回到3月的低位47.15 普半吸纳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落到长线收息吸纳位 45.5可以加注吸纳 初步目标看55元的水平 跌穿40元关口就适宜止损了 然后第二只的精选港股债中电2号 我随着集团澳洲业务走出低谷 业务前景改善 市场预期中电今年的股息率达到5.5厘 虽然在收息股之中并不算是最吸引的水平 但中电是港股之中少有一年派4次股息的收息股 加上稳定的业务成为收息稳定支损 中电去年业绩盈利意外跌近九成 主要因为受累于澳洲业务拖累 而去年派息仍然维持每股3.1 集团今年首季营运表现 反映本港市场仍然稳定 同时澳洲业务价一次性项目过去 远顺预料今年中电盈利将会恢复正常水平 去到2024年盈利将会有超过9%的增长 期内派息亦预期稳定 股价走势方面 随着早前大市波动交上债息抽升 拖累中电和其他公用股是急错的 但现时中电在57元水平暂时见到支持 中电已经宣布今年首次股息是每股6号3 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取证 投资者可以考虑吸纳等收息